第一个评点是,蝶影重重之美国新版U2 飞越中国不明雾,一日两回玩信步 中美关系崩盘时,魔幻纠缠,家义福 一个美国所属标号A164C6的飞行物体 7月15号下午2点左右 经过菲律宾海域穿越台湾海峡后 笔直进入了中国领空 从福建省进入后直飞浙江省 然后一路向北而去 飞行物体的飞行高度近5万英尺 飞行速度达1000节 怀疑是美军的高空侦察机或无人机 这个美国产的不明飞行物 当天居然还兜了两圈 一圈是从印尼向北穿越中国南海 台湾海峡,中俄两国 最后降落在加拿大 另一圈同样是从印尼出发 经过菲律宾冲绳和朝鲜半岛 以及中俄和加拿大最终降落德州 我说中美冷战正式开始 或许就是从新版的UR开始 第二个评点是 危机重重之 美国断绝往来 百年最大党组织 沐宇智峰千秋市 骑路坎坷苍茫中 干戈无以话太迟 美方敲山震猛虎 中方腾挪求反制 彼此拉手断往来 底牌护仙 梭哈日 国务卿蓬佩奥这个星期三宣布 最新的签证限制 包括不允许参与践踏人权的电信公司 华为 以及其他中国科技公司的雇员 进入美国 蓬佩奥同日 也就是7月15号 还宣称 特朗普的第二个任期最大挑战 是中国共产党 美国媒体盛传 特朗普政府正在讨论 全面禁止所有中共党员 以及他们的家属赴美旅行 现在美国的中共党员 及其家属将受到驱逐 问题是 中共党员小1亿 加上家属 总人数已接近3亿 美国外交观察人士说 分辨并限制3亿中国人入境 在操作上有困难 而且大多数中共党员 并没有直接参与到 国家层面的操作 我说 把香港和台湾的总人口 加起来 乘上10 也就是3亿 这样的崩堵 妥妥的挂衣漏腕 不可信也不可行 第三个评点是 矛盾重重之 中美深层交物 长城万里长城长 铁幕卷起凉风凉 水火事成中美间 铁拳招呼 谁加强 中国和伊朗两国 刚刚签署了一份 长达25年的 全面经济与安全合作 伙伴关系协议 中国将向伊朗投资数百亿美元 以换取低廉的石油供应 若协议属实 表明北京已下定决心 并准备好与美国展开撕破脸的决战 这是北京至今为止发出的最明确 最强烈的对抗信号 中国打出伊朗牌 美国就扔出南海牌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首次彻底否定了中国的九段线主张 走法律途径 用国际法去批评中国在南海的主张 非常高大上 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对外形象 我说中国消耗庞大外汇拉拢的是一个伊朗 而美国零成本却轻轻松松拉拢了一大锅南海周边的声索国小弟 2020年7月16号 李新闻与您一道诗和远方